第三章 经浙过后很长一段日子 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 但怜悯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 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 只是夜晚的时间到明显的缩短了 一直到四月初清明节的前一天 突然刮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黄蜂 风刮得天昏地暗 甚至大白天都要在房间里点亮灯 根据往常的经验 这场黄蜂是天气变暖的先兆 是的 从节令上来看 也应该有些春天的迹象了 清明的那一天 黄蜂停了 但天空仍然弥漫着尘埃 灰蒙蒙地一片笼罩的天地 以后紧接着的几天 气候突然转暖了 人们惊异地发现 街头和河岸边的柳树 不知不觉地抽出了绿丝 桃杏树的枝头 也已经坠满了粉红的花蕾 如果留心细看 那向阳山坡的枯草间 已经冒出了一些轻轻的嫩芽 同时还有些别的树木的枝条 也开始泛出了鲜亮的活色 鼓起了青春的堡垒 像刚开始发育的姑娘一样 令人悦目 孙少平的日子 过得和往常差不多 吃黑高粱面膜 看借来的课外书 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 他继续把看完的书 又借给了好红梅 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交往 倒比开始时自然多了 并且对对方的一些情况 也有所了解 时间长了一些 班上同学之间 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 他和乡里来的一些 较贫困的学生 初步建立起了某种友谊的关系 由于他读书多 许多人很爱听他讲书中的故事 这一点使孙少平非常高兴 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 加上气候变暖 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 他的心情开朗许多 而且他的单衣薄衫 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 不冷不热 除过肚子照样天不宝外 其他方面应该说相当令人满意了 这天下午劳动 全班学生在学校后面的一条拐沟里的挖他们班种的地 不到一个小时 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昏眼花 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锄头 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 他们顺着润声 突然排到他跟前说 少平 我姐中午来找我 说让我把你带上 下午到我二爸家去一下 他说有个事要跟你说 我姐还说 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照上吃 到我二爸家去吃饭 润声说完这话 就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 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 润声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呢 而且还叫他到二爸家去 这使他感到狂恐不安 润声他二爸是县阁委会的副主任 在县上可是一个大人物 有时他二爸路过回春子 坐的都是吉普车 记得当时 他常常想走进去看看 停在公路边的小车 都吓得不敢去 何况现在要叫他去他们家吃饭 不过他对润声的姐姐润润 倒怀有一种亲戚的感情 尽管润润他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 他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 门地当然要高得多 但润润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的好 而最主要的是 润润姐小时候和他大哥一块耍大 又一起念书念到小学 后来润润姐到了县城上了中学 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里当了奴米 但润润姐对哥哥好像以前一样好 后来润润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 成了公家人 每次回村里 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 和哥哥拉家长话 但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手 总要给他祖母带一些城里来的吃屎 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 他每次回村来 还提着点心去看望他足迅的一个傻瓜的叔叔田二 田二自己傻不说 还有个傻儿子 父子俩经常在窑里 臭气孙天 村里人一般谁也不会到他家里踏个脚踪 而润润姐却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 这都不得不叫全村人夸赞他的德行了 相比之下 润润他爸倒没有他在村里的威望高 由于少平的父亲和哥哥性质都很耿直 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 因此 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 但润润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 也许 因为这一点 平时书记也没有过分地和他们一家子过不去 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润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按说 润润姐要求她的事 她都应该按她说的去做 但现在 叫她到二爸家去吃饭 她倒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 她想到她穿这么一身破烂的衣服 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里去住客 由不得已阵阵心跳耳热 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 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 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 她想她如果不去 就太对不起润润姐了 况且润润姐还有话要对她说呢 她不去 说不定还会误了润润姐的什么事 如果去 她又感到有点惧怕 她长这么大 还没到这么大领导家去过 更不要说还在人家里吃饭 另外 她感到她的这身衣服也太丢人了 她突然想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她先不去润润她二爸家吃饭 等她在学校吃完饭后 过一段时间 她直接到城关的小学去找润润 这样既见了润润姐 又可以不去她二爸家 至于城关的小学 她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 她前一段瞎转悠的时候 还到过小学的操场上去过 她这样决定之后 又想到润润说不定 马上就要叫她来了 因此她不能待在宿舍里 得找个地方躲一躲 她很快出了宿舍 来到院子里 到哪里去呢 现在还没开饭 就是开了饭 她也要等别人吃完以后才去 这期间还有一段时间 反正总得找个地方去 她于是出了南边 总物处旁边的一个小门 来到学校围墙的外面 她沿着墙根 向西面的一个小汤沟走去 孙少平在这小山沟里 消磨了一阵时间 并且还折了一只发绿的柳枝 做了一个哨子 缩在嘴里吹着 她身上显然还有些孩子气 她约摸别人已经打完饭后 才又从那个小门进了校园 来到了饭场上 她走到了磨框前 看见里面只留下两个黑面膜 这说明郝鸿梅 已经把自己的两个拿走了 她取了这个黑膜 向宿舍走去 她想 等她吃完这两个膜 再喝一点开水 就去小学找润叶姐呀 也许那时 润叶姐还没从她二八家 返回学校 但这不要紧 她已经在她家门口等一等 孙少平这样想着 拿着两个黑膜 走到她宿舍的门口 她在门口一下子愣住了 她看见润叶姐 正坐在她宿舍的坑边 沿上望着她笑 显然在等她回来 少平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出来 到时润叶姐走前来 人面笑着说 我让润叶叫你到二八家去 你怎么不来呀 我 她不知说什么才对 润叶姐敏捷地一把 从手里夺过两个黑膜说 哪个是你的碗 她指了指自己的碗 她把膜放在她碗里说 走 跟我去吃吃饭 润叶已经过来 扯着她的袖口拉抬 现在没办法拒绝了 少平只好跟着润叶姐起身了 她一路相跟着 和润叶姐走进了 县戈尾的大门 进了大门后 她两只眼睛紧跟着 扫视了这个神圣的地方 县戈尾一层层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 一行行排上去 最上面蹲着一座大礼堂 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 在晚上 要是所有的窑洞都撂起灯火 简直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 现在 少平看见最上面一排窑洞的床边上 润叶探出半截身的正看着他们往上走 润叶抽着纸烟 不老练地弹着烟灰 田副堂的这个宝贝儿子刚一进城 就把干部子弟的派设都学会了 少平跟着润叶进了她二八家的院子 润叶走过来对她说 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 你到哪儿去了 少平有点不好意思说 我 我去给学校还出头去了 她一边撒谎 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 一共四孔窑洞 一个不大的独院 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 格局和这院子一模一样 院子东边有个小房 旁边垒了一堆的碳块 显然是厨房 院子西边有个小花坛 一位穿灰毛线衣的人正拿把锄道翻土 她以为这就是润叶她二八 只是一看 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 她并没有见过 她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口窑洞 润叶说她要去看电影 和她打了个照面就走了 润叶让她坐在一个方桌前 接着就出去为她张露饭去了 现在她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 心还在咚咚地跳着 两只手似乎没有割触 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膝盖上 还好这屋子里没人 她环顾四周 发现这窑洞里不搬炕 放着一些箱子 柜子和其他的杂物 窑洞不小 留出很大一块空间 这张方桌的四周 摆着一圈的椅子 凳子 显然是专门吃饭的地方 正在这时 她听见外面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 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 少平便知道 这是田主任的二人 听说她在县医院当大夫 动手术非常能行 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 都抢着找徐代 听见徐代夫声音 很大的喊着说 爸 你怎么不穿棉衣 小心感冒 又听见一个老人 问声问气地回答说 我不冷 少平估计这就是 她刚才在院子花坛边 看见那个翻土的老头 原来 这是田主任的老丈人 不一会儿 润叶便端着一个 大红油漆的盘子进来了 她赶忙站起来 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 然后 把一大碗的猪肉混粉条 放在她面前 接着 又把一盆 雪白的馒头 也放在了桌子上 她亲切地用手碰了碰她的胳膊说 快坐下吃 我们已经吃过了 你吃你的 我出去刷一下碗筷 不要怕 好好吃 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 她拿着布盆 出去了 水少平的喉眼骨 剧烈地耸动着 肉菜和白膜的香味 使她有些昏 她坐下来拿起筷子 先尝尝地吐了一口气 她什么也不想了 闷着头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感谢润叶姐 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否则 她吃这顿饭 会有多别扭啊 她把一大碗猪肉粉条 刨了个金光 而且 还吞咽了五个馒头 她本来还可以吃两个馒头 但克制住了 这 已经吃得不像话了 她放下碗筷 感到肚子隐隐地 有些不舒服 她吃得太多 太快了 她那消化高了面膜的胃口 经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 她从凳子上立起身来 在脚地上走了两步 这时 润叶姐进来了 她后面还跟进了一个姑娘 对她笑了笑 润叶姐对她说 这是小霞 我二爸的女子 你不认识 她也是才上高中的 你和润生是一个般的吧 田小霞大方地问她 嗯 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烫火一般的发烫 她首先意识到的是 她都是一身烂衣裳 她站在这个又阳又俊 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花子 到她家门上讨吃的 润叶收拾她的网筷 小霞热情地给她泡茶 小霞把茶杯放在她面前说 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 你以后没事 就到我们家来玩 我长了17岁 还没回过咱村呢 什么时候 我跟你和润生 一起回一次咱们烧水村吧 我是高一二班的 听润生说过咱村 还来了两个同学 都分在高一一班了 也没去认识你们 你看 我这个老乡 真是太不像话了 小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连锁带笑 她的性格很开朗 一看就知道人家 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少平平时发现 田小霞外面的衫子 竟然像男生一样 劈着 这使她感到无比的惊讶 她立在脚地上 仍然紧张地火烧火燎 等润叶把她的网筷 送到了厨房 重新返回来的时候 她赶快对她说 姐 没什么事我去走啊 润叶大概也看出 她的酒魄 笑着说 我还没跟你说话呢 少平这才想起 润叶姐不光是 叫她来吃饭的 她还有事要跟她说嘞 润叶姐看来 很理解她的难处 马上又说 那好 我去送送你 咱们路上再说 喝点水再走吧 小霞把水杯 往她面前挪了挪 我不渴 她像农民一样 笨拙地说着 小霞露出两排 雪白的牙齿笑了 说 那我这杯水 算是白给你倒了 少平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句略带 隐意义味的玩笑话 这种玩笑话 实际上 是一种亲切的表示 不过 这却使她更拘谨了 竟然满脸通红 无言以对 小霞看她这样难为情 赶忙笑着 给她点了点头 就出去了 她于是就和润叶姐 相跟着 起身回学校去 当他们走到 县格伟的大门口的时候 迎面碰上回家的田主任 少平认识润叶她二爸 她有时 跑过长春去的来 你还没吃饭嘞 润叶问她二爸 刚开完会 这位县领导五官 很像她哥铁富桃 只是头背 梳着 脸面也比她哥和善多了 这是谁家的娃娃 田主任指着她问润叶 这就是咱村少安她弟弟啊 也是今年才上高中 润叶说 哦 孙一后的二小子 都长这么大了 和你爸一样 大个子 是不是和小霞一个班呢 她扭头问润叶 和小霞不是一个班 和润生是一个班 润叶回答道 咱村里还有谁家的娃娃 来上高中了 田主任又问少平 少平拘束地 扣着手指和说 还有金波 金波 他的娃娃 少平头轰的响了一声 知道他回答问题不准确 润叶黑黑笑了 赶忙对二爸说 金波是金俊海的小子 田主任也笑了说 哦 俊海在地区运售公司开车 天这么黑了 到家里吃饭去吗 她招呼少平说 润叶说已经吃过了 我去送送她 那好 常来啊 田主任竟然伸出手来 要和少平握手 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过去 田主任握了握她的手 笑着点点头 就背朝着胳膊 转身回家去了 少平在衣服之后上 把右手冒出的汗水 抹了抹 就跟润叶来到了 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 走了一段路以后 润叶突然问她 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 回 她回答说 你回去以后 给你哥说 让她最近抽空空 到我这里来一趟 她说话的时候也不看她 头低着 用脚 把一块睡石头 踢得老远 少平一时想不开 她叫她哥来做什么 竟然润叶姐不明说 她也不好问 她只是随便说 家里一烂包 怕她抽不开身 不管怎样 无论如何 叫她最近来一次 一定把这话给我烧到 叫她到城里后 直接到小学来找我 她又坚定地对她说 少平知道 她可看来 非来不行了 就认真地对润叶姐说 我一定把你的话烧到 这就好 她亲戚地看了她一眼 天开始昏昏昏地黑起来 城市的四面八方 灯火已经闪闪烁烁 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壁 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 泥土和青草芽的新鲜味道 多么好呀 春夜 现在 润叶姐把她送到学校的大门口 她站定说 你快回去 说完这话后 便从自己的衣袋里 摸出了个东西 一把塞进她的衣兜 隐隐就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 她才又回过头说 那点凉票 你去回去换点细凉吧 少平还没有反过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 坡下的拐弯处了 她呆呆地站在黑暗中 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 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 鼻子一拴 眼睛顿时被泪水 模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